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有人砍酒 有人品酒 而其实大家都在喝酒 而最后都是会喝醉酒 但究竟你知不知道自己喝了些什么 而喝酒是否为了求醉这么简单呢 大家好 我是香港调酒师公会主席侯徐生 作为一个调酒师 酒是会流动的艺术品 亦都是和人沟通的语言 而我的职责 除了看着客人喝醉酒之外 最重要的都是令到他了解和欣赏 放在他前面的这杯酒 而在《今早有酒》这个节目 我会和大家分享有关不同酒类的文化 历史和知识 大家记住收看 《My Radio》逢星期四晚九点半 有我侯锤山和台长主持的节目 《今早有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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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头翠山》 《梁锦强》 《梁锦强》 《逢星期四晚九点半》 《今早有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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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酒》 《又酒》 《今早有酒》 《今早有酒》 《香港人理想人生新一业》 《荒苑移民顾问帮到你》 《台湾移民一条龙》 由專業顧問為你量新訂造 由申請資格評估 安排投資項目 遞交投審書及領取居留證 全程陪同 令你安心更放心 民怨移民幫到你 快點打來6221-4438報名吧 第三節 香港的傳媒望風懷想 既然這個選舉制度新的選制 就已經成為定局了 於是他們就要製造一班所謂的溫和民主派出來 有別於前年年底在這個區議會大勝 然後有機會出來參選立法會的 這一班青年才俊 這些現在在47個參加 民主派初選那些已經有部份 現在已經在蹲監了 你怕未審就先判 未審就先坐 也有些人看到形勢不對了 那些區議會民選區議員 那些飛劍派那些 當時贏很多 他們就紛紛辭職 大家看到了 萬必現在在監獄裏面 都要透過他妹妹發一個聲明 退黨 對出這個人民力量 接著就不參加選舉 又不遊行 又不示威 那真是想怎樣呢 你想想去等坐牢 我覺得他發這個聲明是很昂貴的 有什麼必要在這個時間發這個聲明呢 是吧 你要退出政策 不是用這個理由 你要講個理由出來的 大佬 你這件案又未審 會判你坐多少年 監獄又未知 定不定到罪又未知 是吧 那你現在想怎樣呢 是吧 真是很奇怪 這些叫抗爭派 所以你不堪一擊 你香港的民主派 或者這些反對派事實是 是吧 一個國安法 一個新的選舉制度 那就全部 是吧 為什麼過去二十幾年 共產黨不懂得這樣做 今時今日這樣做呢 為什麼那時候覺得是不做得了 是吧 現在碰巧這個瘋子 這個是 是吧 是吧 退出政壇 可以的 你有個理由才可以的 是吧 很清楚拿出來講個理由 你沒有講個理由 是吧 所以有時看到這些 就是一鴻眼淚 是吧 就是我的感受特別深 這些都是我們 就是一手一腳 就是 是 我不會說的 是吧 醒目點的那個 就叫做 鄭同泰 你現在唯一反對派 這個 就是和萬必比 他人格卑下都不得了 你想不到你鄭同泰 萬必的人格高過你九倍 但是 你出一個這樣的聲明 你真的想怎樣 台上你那篇文都說不到核心問題 是吧 出這篇文 你真的出這個聲明 我覺得真的 喂 你的意圖是甚麼 不用出一篇這樣的東西 如果要出 我退出政壇了 一無可為 是吧 我現在又前途未卜 是吧 那我掛著這個人民的 你黨的主席來做甚麼 是吧 就是間時在立法會抗爭 安全系數比較高 所以你就可以去放爭 那現在安全系數這麼低 於是收工 是吧 是這個意思 是吧 這個論述才行 小弟2007年 是吧 在2006年那個選舉失敗 出了400票之後 2007年4月我出了7千多字的文 我宣布退出政壇 是吧 這個理由很清晰的 還有在那篇文裡面很清楚 把我的理念說出來的 我們沒有退卻的 大佬 說回馮檢基那些就紅了 曝光那些就高了 明報做的專輯 看風懷想就訪問溫和民主派 迪志遠那些 湯家驊那些我希望他稍有廉恥 不要再走出來說自己是民主派 你想想你現在是行會成員 你問什麼是主派 香港現在不是沒有民主派 還有民主派 公民黨不是民主派嗎 公民黨也有很多人退黨 但是他是民主派 他還沒有投降啊 大佬 是不是 你民主黨有些人已經投降 或者擺出了一副投降的格局 陶瑾森有一個最好的例子 不要藏頭露尾 這個現在還藏頭露尾 你投降派來的嗎 他沒有議員做 飯都沒得吃 這些是 又沒得威的 他那種思想exactly就是馮檢基那些 他多厲害啊 他做幾十年議員 二十多歲做立法會議員 立法局議員了 大佬 他現在整個立法會 如果還在那裡的話 他是最資深的立法會議員來的 但是他不是很老而已 是不是 他那個小孩還小而已 他養妻活兒的 還有有得威 大佬像馮檢基說 喂 你這個處長我找你 你不見我 我跟你那個局長說 我有這個身份嘛 這幫人就是這樣 我現在告訴你 所以你看他永遠都走正面的 你就算 喂這兩年那個抗爭運動已陷陷 你看他 喂他都在立法會的層面裏面 是吧 就是 對政府一些施政 或者在法律審議的時候 他有一些不同的意見 有時有些不同的意見比較強烈 是這樣 他從來都沒有肢體動作 從來都沒有破口大馬的官員 我告訴你 這些全部都是舊王派 你回到何俊仁那些 他如果入中聯辦之前 我都還當他是一個人物來的 民主派 你即使輕而已 是吧 如果由這個五區公投到現在 如果前後十幾年 如果你是否未跟我說過半句話 是吧 沒有問題 但是至少 喂 他的立場都是很清晰的 大哥 是吧 反對暴力 堅持和理非 是吧 很清晰的 一以貫賜 是吧 還有 他是一個最勤力的立法會議員 是吧 是很清楚的 好了 對於這個新選舉制度 他認為你民主派不應該去選 如果你要求那些選委 給你提名的話 很清楚的 是吧 是吧 雖然在2010年的時候 五區公投 是吧 以及政改裡面 我們跟他的路線不同 大家 視同默露 那是沒有辦法 是吧 但我不會人身攻擊他的 他經常當蕭若元屌你 沒有用這麼長的粗口吵咬他 是入了我數的 你明白嗎 我沒有用半句粗口說過輕姐 告訴你 是吧 是吧 但是你這幫這樣的屌你 可以當他不是分裂的 因為沒有民主派 沒有親切的民主派 是吧 有些人認為這是民主派 你如果去選舉的話 就沒有民主派了 但是你不一定去選舉都有民主派的政治力量在那裡 是吧 在有很多 就是那些 打壓這個政治反對運動的國家 是吧 那他們 又是沒有辦法去參與一些 就是那個當權派制定的那些不公平的選舉 是吧 就算有得參加 他拿到多選票也好 他一直都是少的 例如新加坡 是吧 但是香港的情況是不同的嘛 喂 原本 喂 都有些民選的議席 三十五個地區直選 至少 是吧 你現在搞到只有二十席 是吧 跟著 那些二十席就是等於化平 那些二十席不是你民主派全贏了的嘛 這些所謂 就是商議席單票制 你無得全贏了的 是吧 那你有多少議席啊 有什麼力量在這種選舉制度裏面 是吧 那你逢檢基接受訪民的時候就說是呀 都是現在就是 就是 那時候有四成議席 那現在 就是 就真的很難啊 就是議席一定是很少的啦 空間 那他說不只是民主派空間收窄 其他各派都收窄 那還有什麼其他各派呢 基哥 就吵你了 美理主派是說得出來的 是不是 就是說現在四十三十二十的 這個組成的那個方式 你是沒有一個黨派可以絕對拿到四成議席 是不是 大家都收窄的空間 你瘋了的 喂 你親政府那個就轉絕大的比數了 當然是 那新政府親共的政治組織 是有很多個的嘛 基哥 那你那時候不是當自由黨 經民聯 民建聯 工聯會那些不是同一路人的嗎 真是吵你了 那他用不著建制派裏面有個黨鞭 是不是 混了幾十年 保心你了 吵你了 不要快七十歲了 基哥 是不是 他現在論政好過了 是不是 不要在那裡幻想 是不是 你一去選 我就動你的了 我告訴你 不能談的 我們這些是公開的 你一試圖去選 我就一定動夠你 我告訴你 用最惡毒的意願來修理你 我告訴你 不要亂得談 又到了民主派 民主派是沒有不分裂的本錢的時候 可以這樣說 現在是 我在2008年 寫了7月 在我參加立法會選舉之前寫了一篇文的 那時候我是社民連主席來的 我寫了一篇文叫做民主派沒有不分裂的本錢 幾千字 其實整個主題就是 我不是去批評你這些所謂的民主派 或者當你是敵人 這個是人民內部矛盾 不是敵我矛盾來的 那時候 就是大家路線不動 我認為你過去這種所謂的和理非 或者在議會裡面這種所謂的溫和路線是走不動的 不是 民主派或者反對派政治光譜應該拉闊的 我成天文的意思是這樣 所以我在最後有一段 唉真是 你看回這些文章真是一行眼淚 我有一段就說 為什麼這個民主派沒有不分裂的本錢呢 我前面的論述是比較學術性的不講 因為我寫了那篇文的時候 那篇文我是這麼說的 我從最近幾個月裡面發生的一些人與時 可以見到民主派 灰字枉屈、且戰、且退的端毅 灰字枉屈、且戰、且退的端毅 這個是2008年7月我寫的文 去形容當時整個民主派陣營的情況 OK 也都是社民年成立的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我選舉的時候其中一個口號叫做 就是不要面目模糊的民主派 我們要做其次鮮明的反對派 那這個口號很清楚 我和你是路線上的不同 我們是為相同而團結 不是為團結而相同 就是我提出一個這樣的說法 然後我們身體力行 組織個政黨 也是在議會裡面 在08年的選舉拿到三席 聲勢浩大 那幾件事是什麼呢 不過在這裡說 講講就很沉 長了 留回社民再說 好了 現在也都是沒有不分裂的本錢 在現在這樣的中共大軍壓警之下 然後製造一個所謂新的選舉制度 令到你反對派的力量 幾乎是被消滅 完全被消滅 2019年那幫 在區議會大勝 然後籌隨滿志的這幫年輕人 喂 拘捕的就拘捕 打壓的就打壓 走的就走 還有少數 他可能會參加這個區議會宣誓的那些區議員 非建制區議員 他就想去選立法會 希望不用被DQ 有的不是沒有的 但是這個就是要李華明的說法就是 你開綠燈求共產黨 你叫他開綠燈的意思很清楚 他不讓你選 你就是沒有能夠選 好了 如果這樣的情況下 民主派是不是又要分裂呢 去選那些 去選的民主派 和不去選繼續抗爭 或者街頭或者其他方式去抗爭的 或者利用媒體 新媒體 去抗爭 在言論上抗爭的 無論它走哪條路線都好 它是抗爭的 這個是投降派和抗爭派的分裂 分裂了之後 就沒有這個所謂民主派裏面的 另外一個派是叫做投降派 因為它投降了就變成建制派 那民主派正下來 分裂了之後 正下來的這些就是抗爭派 這個是我善良的願望而已 是不是這樣就真是未知了 休息一會